大家好,这里是娜家的小花园 今天又收到了两颗月记 接下来就开箱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这一颗是马娇雷 好像是永远系列的永远的马娇雷吧 独感苗啊 然后这一颗也是以前我种过的 后来淘汰了现在重新买回来的贝壳 看一下根系吧 根系比较的一般底部基本上没有看见根 这里有少许的白根 其他根系并不好啊 然后散掉了 这颗看一下 贝壳它本身的根系就是比较弱的一个品种 长得比较慢也比较容易生病 马娇雷呢我没有种过 看一下根系怎么样 啊也没有白根啊 几乎没有什么白根 而且两个呢都是独感苗 我会给它们都采取斜这种的方式 上盆之后再给大家介绍为什么要买它们吧 好的这两颗苗现在都已经上好盆了给大家来看一下 是不是看着垂头丧气的 因为两颗都是独感苗 所以都是采取了斜着种的方式 而且都是千叉苗啊 然后斜着种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太阳现在是可以看到是从这边晒向这边的 大家呢到时候种的时候就这样放 让这个底部呢这边对着太阳 到时候它就会从这边出损 这个也是一样 到时候这样放啊 就想让它出损的一边 大家可以朝着太阳 那现在介绍的时候呢 把它重新放回来 先来说一下这个贝壳吧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花 贝壳其实是非常美的一个月季品种 其实我以前还是挺喜欢它的 它的特点呢就是植株矮小紧凑 直立性非常的好 而且花很大 春天的花甚至这个 在它株形这么小巧的基础上呢 它可以开到十厘米左右 而且花的颜值很高 这种黄色也是黄的非常的纯粹的 我以前也曾经出过它跟阳光笑容 还有金丝雀的对比视频 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吧 金丝雀和贝壳都淘汰掉了 留下了阳光笑容 而现在呢 我把金丝雀和贝壳又重新入手了 就这三款黄色月季 其实我是真的很爱的 那么之前淘汰金丝雀和贝壳的原因 正是因为黑斑病 现在就是因为养化经验足了 黑斑病我现在已经攻克了 所以不害怕了 颜值这么高的月季品种 当然要重新入手了 那种贝壳这款月季品种 还是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这个真的是根系非常弱的品种啊 像我养它当时养了好像有一两年吧 就一直都小小的 呃 长势很缓慢 分支性一般吧 也印象当中没有特别不爱分支 也没有分支性特别好 而且非常容易生病 尤其是黑斑病 所以长势慢容易生病 一般来说我们就可以归结为 就根系非常弱 像这样的一个月季品种的话 把花拆了啊 现在刚刚上盆 那这样的品种呢 就是刚上盆之后 不要让它开花 开花的话 会让这个根系放缓生长 现在我们第一要素就是 赶紧长根吧 像这样瘦长的品种 赶紧长根 然后出损 把猪形打造好 今年冬天算是不看花 但这个花 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啊 好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入手这款 马胶雷 是永远系列的 像这边的iPad索 应该跟它是同系列的 永远系列的月季品种呢 音箱还可以 那入手这款马胶雷 是因为美人系列当中 我入过一个月光美人吧 好像是 在图片当中看起来 它颜色呢 应该是一种深眉红色的 但在我这边呢 我的这颗月光美人 跟大花美人 现在这个秋花 都开得一模一样了 初秋的时候 还有几朵颜色 开得深一点 现在完全没有了 就全部变成这种 大花美人的颜色 而且呢 美人系列 现在我发现 它们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很容易 遭受技码的攻击 似乎我这边 所有的技码 都飞到这几颗 美人系列当中去了 这个让我 真的很纠结 所以美人系列当中呢 我要淘汰几颗 抗技码 特别弱的品种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就感觉 我的小花园当中 又缺少这么一颗 珠形矮小紧凑的 风花青花的 深眉红色月季品种 我这边 大多数都是粉色的 我发现 我这边的月季 而粉色的月季呢 在镜头当中 呈现出来颜色 就是一片惨淡 并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我还是希望 入一些深色月季的品种 并不是我个人 特别爱深色 但是搭配起来 确实必须要有深色 才会显得这个花园 色彩绚丽多姿 所以有注意到 这块马娇蕾 感觉是 珠形比较直立 花朵颜值也还可以 应该是比较 风花青花的品种吧 那么大家如果有 这种珠形矮小紧凑的 深眉红色的月季品种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如果有阳坛系列 短质开花的深眉红色品种呢 那就更好了啊 我觉得我现在就 比较缺这样的品种 所以这就是我入手 这两款月季的原因啦 大家近期应该也发现了 我这边开始慢慢地 入手一些 以前曾经被我淘汰的 月季品种 因为现在已经不惧怕 黑斑病 白粉病和红蜘蛛了 所以呢 以前黑斑病淘汰的一批 我觉得很好的品种 现在慢慢陆陆续续都入回来了 因为除开黑斑病 他们其他方面 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 还是挺棒的品种 好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 就先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